欢迎收看小园新闻 我是主播吴奇方 毕业季节即将到来 大批的社会新鲜人 马上就要进入职场 在大环境的不景气中 这群毕业生该如何面对 这样的现况 是他们当前最需要解决的课题 今天在冯甲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中部最大2012冯甲校园 真才博览会隆重登场了 一共释出了16000多个职缺 吸引上万位求职者参加 这对毕业生究竟是否有帮助 让我们来看看以下的系列报道 2012全国首场的校园企业 真才博览会 在福尔大学娱乐馆热烈开袍 各大产业兼有参与自治生会 有资讯电子业 制造业 金融业 房仲业及政府机关等 共释出了16000多个职缺 吸引了许多准职场七千人 校友及社会民众前来参加 今年有很机忧的全球各大厂商 目前都有来学校来设摊 对于我们学校的学生的表现 非常的肯定 在这里可能会建议我们在校的同学 不管你现在是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千万不要只有等到四年级 你才想说我才来参加 这样的校园真才博览会 你在第一年级的时候 你可以进一步先了解企业 先找到你的目标 到四年级你就可以主动出级 我相信在未来的机会上 你会比较顺遂 冯甲大学的校园真才博览会 一年来皆是中部地区规模最大 企业与职缺最多 且品质最优良的真才博览会 让企业不怕找不到人才 学生不怕毕业就失业 冯甲新闻 胡锡方 张伟一 采访报导 这场真才博览会与往年一样 吸引了相当多厂商进驻 正如同刚刚所提到的 制造业 金融业 房仲业 还有最吸引人注目的科技大厂 鸿海 联电 优达等 接下来我们从厂商的角度出发 看看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鸿海 玉山 汉祥 104 人力银行 每年许多企业都会来到房仲征才 求职有没有什么配方呢 如果真的要进入到银行业 金融证照这边 要趁学生时刻 要去多看 多读 多争取这些金融证照 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 我们今年的在远雄的营造里面 我们比较多的一些工程师的职缺 有一些刚入社会的 或者是学校刚毕业的 都是可以我们招募的对象 众多冯甲毕业的企业主 更是力挺每次的就业波浪会 由最懂冯甲人特质的学长姐们 来告诉我们还可以多具备些什么 在科技业来讲的话 我们缺乏了就是在创造力的部分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整个在学校 整个训练的关系 在创造力这部分比较薄弱一点 除了企业集团外 现场有许多政府部门的职缺 而且待遇相当诱人 我们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大约在 两万六到两万七左右 那我们的军官职缺都是四万三起跳 大家应该还是要积极一点 不要太保守 也不要因为太担心结果去做一些 所谓这个留校的动作 因为厂商还是很需要很多大量的人才 可以发现所有真才的厂商都认同 不怕没有人 只怕没人才 只要你有着积极进取的态度 相信你就是企业的最爱哦 冯甲新闻 吴奇方张伟毅采访报导 前面两则报导可以了解 学校积极为同学们找寻未来出入 企业也欢迎人才的加入 那同学的反应到底是如何呢 今天的真才博览会 让应届毕业生提前接触了就业市场 了解各行各业的工作心心 就是即将要就业了 所以就特别觉得说 今年其实特别针对 每一个不同的科系的一些需求 都还蛮满足的 刚才有看到一些像是一传媒 或是说一些金融的中心 一些行政方面的课程 还有一些职缺这方面蛮有兴趣的 现场除了应届毕业生外 也有许多二三年级的学生 前来了解未来就业趋势 红海 虽然他们的寻找的职务 跟我比较没有关系 可是他们有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师 可是因为我觉得以我目前的状况 应该还没有办法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人才 所以这可能是我在毕业之前 就是还要再努力增强自己的经历吧 此次的就业博览会范围广大 吸引大批人潮 但仍有部分科系同学发现其中的不足 就是场面有点混乱 然后摊位一摊摊的 几乎是比较像是在广告他们的公司 没有求职的详细东西 所以会很茫然 这边的职缺不符合 就是跟我们科系有点落差 像银件啊 还有一些就是关于都市计划的产业 比较少一点 尽管有些美中不足 但还是符合大多数同学的期望 可以提前了解就业市场需求 掌握社会脉动 使自己在未来能有更多优势 冯甲新闻 吴奇方张伟毅采访报导 谢谢您的收看 再次也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冯甲电视台现正招生中 欢迎您的加入 我是主播吴奇方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